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读 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继续财宝 地上有虫子咬 能朽坏 也有贼窝洞来偷 要在天上继续财宝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会朽坏 也没有贼窝洞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眼睛是身体的灯 你的眼睛若明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 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服侍神 又服侍马门 各位弟兄姐妹 在这段经文之前 我们就看到耶稣 就提到有关于到 施舍、祷告、禁食的这些事情 那当耶稣讲完了 这些事情过后 耶稣就在刚才 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我们就看见 耶稣开始讲到 钱财或者是财富的问题 那弟兄姐妹 耶稣就在这段经文当中 教导了门徒们 有关于到财富 或钱财的正确观念 那他呢 主要的是要告诉门徒们 不可以以财富 或者是钱财呢 来取代神的这个地位 他们呢 要看重神 弟兄姐妹 耶稣呢 首先呢 就提到呢 不要为自己呢 在地上寄存财宝 那弟兄姐妹 耶稣呢 提到 虫咬、朽坏 还有呢 洁透这三件事情 弟兄姐妹 如果呢 把钱呢 藏在这个洞里 藏久了过后呢 可能呢 就会被虫子咬坏 那如果呢 是钱财的话 藏久了过后呢 他呢 可能呢 会生锈 然后呢 失去他的这个价值 那另外呢 寄存财宝呢 在这个地上 也有一个风险 就是呢 如果贼知道的话 他可能呢 就会把他呢 偷掉 弟兄姐妹 耶稣呢 告诉门徒 这些事情 他其实呢 主要的告诉 门徒们呢 我们在地上的 这个财宝呢 是短暂的 地上的财宝 是不能够给人呢 完全的保障的 所以呢 不值得呢 我们呢 完全的为了 地上的这个财宝呢 摆上我们的这个 经历时间 那我们呢 不能够完全的 为他摆上 我们的时间和经历 那我们呢 更不能够呢 完全的就是 依赖这些钱财 那弟兄姐妹 耶稣的意思呢 不是叫人家 不要用心的去工作 那耶稣呢 主要的是 要提醒门徒呢 就是呢 不要只是 依靠钱财 而不依靠神 那不要呢 以前为地位 而是呢 要把神呢 放在第一位 那弟兄姐妹 耶稣接下来呢 就教导门徒呢 要寄存财宝 在天上 弟兄姐妹 其实呢 耶稣呢 要教导门徒呢 看重永恒 有价值的 这个财宝 那当人呢 去做 讨神喜业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呢 去做神 要他们做的 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呢 其实呢 就是投资在天上 那 他们呢 就是为自己呢 寄存财宝在天上 弟兄姐妹 他们呢 将来呢 会得到神 永恒的赏赐 那这些赏赐呢 是贼偷不掉的 是不能够朽坏的 是可以存到 永远的 是好的 无比的 阿们 弟兄姐妹 耶稣接下来说 因为你的 财宝在那里 你的心 就会在哪里 弟兄姐妹 其实呢 财宝呢 跟人的心呢 是很难分开的 那如果一个人呢 非常看重 地上的财宝的话 他呢 就会常常呢 被这个财宝呢 抓着 他的心呢 就会一直的 想着这个 地上的这些财宝 他呢 就比较容易 成为呢 就是物质主义者 他就会被 地上的这些物质 迷惑着 而不跟从神 那弟兄姐妹 相反的呢 如果呢 一个人常常呢 为神的事情着想 他看重神 看重神的事情的话呢 他呢 就会看重天上 永恒的这些赏赐 然后呢 他就会呢 专意的来跟从主 他就会专意的来爱主 所以呢 这是好的 阿们 弟兄姐妹 耶稣呢 解释了为什么要 寄存财宝在天上过后 接下来呢 耶稣呢 就用了人的眼睛 跟身体的关系 来比喻呢 属灵的眼光 对属灵分辨力的 这个影响 弟兄姐妹 有明亮属灵眼光的人呢 他们呢 是有好的属灵分辨力的 那他们呢 就能够看清楚 讨神喜业的人生目标 那他们呢 就能够看见呢 其实呢 寄存财宝在天上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们常常呢 会去做 讨神喜业的事情 去做 神要他们做的事情 相反的 那如果呢 一个人呢 他们的属灵的眼光呢 是昏花的 那他们呢 就没有好的 这个属灵分辨力 所以很容易呢 被自己的这个 思义呢 蒙蔽了 那他们呢 就很容易的 被钱财迷惑 所以呢 他们就很容易 走错人生的方向 那弟兄姐妹 那当一个人呢 有明亮的属灵眼睛的时候 他就能够看见 神的价值呢 是远远胜挂着 这个钱财的价值的 他们呢 就能够 忠心的 专一的来 跟从主了 他们呢 就会选择呢 要来爱主更多了 阿们 弟兄姐妹 耶稣呢 最后告诉门徒们 他们不能够 服侍两个主人 他们不能够 服侍神 又服侍马门 弟兄姐妹 耶稣呢 其实在告诉门徒 他们呢 只有一个选择 他们只能够 选择跟随一个主人 而不是呢 选择跟随两个主人 他们只能够 服侍一个主人 他们不能够 服侍两个主人 那弟兄姐妹 马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马门呢 是一个亚兰语的 名词 是指物质上的利益 如果一个人 他沉迷于 物质上的利益的时候 那他呢 就会选择呢 这个钱财 成为他们的主人的 那这个钱财 就会取代 神的这个地位了 那耶稣的心意呢 是要门徒们 他们呢 能够立定心智 来爱神 忠心的来跟从神 专意的来跟从神 做讨神喜业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就能够得到 神永恒的 这个赏识的 弟兄姐妹 现在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的应用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我们对钱财呢 其实呢 是要有对的 这个动机的 我们要小心呢 这个变质的动机 那一些人 有一个梦想 就是呢 他们想 为神呢 多赚一些钱 来扩展 神的这个国度 那要扩展 神的国度 这个动机 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我们要特别的 警醒 那当一个人呢 他在追求呢 赚钱的时候 有些时候 一不小心呢 这个金钱呢 就可能呢 期待的 就是神在 他的这个 心中的地位了 弟兄姐妹 有一些人 可能开始的时候 他们会说呢 他们赚钱 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在这个 职场上 来荣耀神 或者呢 是在社会上 来荣耀神 那开始的动机 是对的 那但是呢 慢慢的在追求的 这个钱财的过程当中 那些不小心呢 陷入这个试探 里面的 那他们可能会被 这个权力啊 或者是地位 或者是肉身的 这个享受呢 影响 不知不觉呢 就转移了目标 从呢 要荣耀神呢 变成呢 要荣耀自己 那他们呢 会以金钱呢 取代神在 他们心中的这个地位 今天你们 求神帮助 我们常常提醒 我们自己 那我们呢 要忠心于神 我们要服事的是神 而不是呢 忠心于金钱 而不是呢 让钱财呢 期待神在 我们心中的 这个地位 这种前面 另外呢 在这个忙碌的 过程当中 那我们呢 在忙碌赚起金钱的时候 我们呢 也要反省自己 我们呢 是否呢 忽略了亲近神 还是呢 我们还是 有固定的 来参加庆典 参加小组呢 那我们是否呢 有祷告和灵修的这个生活呢 我们还是否呢 每个星期都固定的去做 那 弟兄姐妹 如果呢 我们因为啊 就是忙碌的赚钱 而忽略的亲近神 我们呢 就要调整 我们自己 那我们呢 要重新的把神呢 放在第一位 弟兄姐妹 耶稣呢 也提醒我们呢 要寄存财宝 在天上 对吗 那弟兄姐妹 那我们呢 就要去多做 讨神喜业的事情 所以鼓励你 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问你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呢 你就问你自己 诶 我做这件事情 是否讨神喜业 那第二个问题 你可以问你自己呢 那我做这件事情 是否呢 有永恒的价值 那如果有永恒的价值 而且呢 是讨神喜业的 我就鼓励你 那你就呢 毫不犹豫的去做 那因为呢 这样子的话 你将来呢 就会得到永恒的赏赐 你就是寄存财宝 在天上了 那弟兄姐妹 如果那件事情 不是讨神喜业的 那比如说 用不正当的手段 去赚起金钱 或者呢 走不到德的这个捷径 去赚钱的话 那我们就不去做 因为这不是讨神喜业的 阿们 那弟兄姐妹 最后呢 我们求神呢 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呢 有明亮的属灵眼睛 我们能够有好的分辨力 那要怎么样的帮助我们自己 有这个明亮的属灵的眼睛呢 我觉得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就是呢 我们要常常的超念 去顺服圣经的教导 我们呢 也要常常的亲近神 祷告 就来寻求神 还有我们呢 也要常常体贴圣灵的带领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呢 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呢 专注于神的时候 我们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呢 就会有好的属灵分辨力 那我们呢 就会 忠心于神 而不是忠心于钱了 那我们呢 就会 以神为我们的主人 而不是呢 以这个金钱 为我们的主人了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来到我们面前 感谢你 让我们学习马太福音 第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 主感谢你 让我们看见真正的财富 主啊 是的主 主我们要追求 主啊 既存财宝在天上 主啊 你帮助我们 能够看中永恒有价值的事情 主 你来带领我们 常常做讨你喜业的事情 主 你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有美好的属灵的分辨能力 主啊 让我们能够 主啊 常常的看中 主啊 来追求你 感谢赞美主 主啊 你来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求 弟兄姐妹 请你继续思考着 经文如何应用在 你的生命里 然后求圣灵对你说话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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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